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试音室里拍的最后一条片 可能有些朋友没有看我的东西那么久 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弄了试音室 我生了个小朋友,玩Hifi的地方少了 其实跟很多朋友都一样 生了个小朋友,很难再玩Hifi 但我的工作一定要玩Hifi 所以带着道理地继续玩下去 因缘祭雨,家人有个地方给我 可以继续玩Hifi 于是这个地方就成为了我做FeverSound.com的开始 本来在没做影音网站之前 其实这里都是个私逗 这里的地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其实它的阔是十一只半 其实也挺深的 不过我没有用完,因为有预留其他地方的储物之类 楼高是十尺半,但是有梁有阵 这个场上其实也有些主播 在50周的时候也崩得挺厉害 所以为什么我这几年里玩Hifi的方向 都倾向比较吸得死一些呢 就是因为我要克服空间的小 我要买了这么大的喇叭 那大的喇叭要 小空间如何吃到这么大的音量呢 一定要吸得多一点才行 于是我就会吸得比较厉害 无论是吸50周的主播 还是吸收整个声音的能量 我都吸得比较多 可能我又喜欢那些绿音室的效果 所以我是喜欢叹得好死下的 这个我明白的 其实叹得这么死 声音的活生感是少了很多 但是个人喜好 虽然试音的地方应该尽量客观 但是它同一时间也是我玩Hifi的地方 所以就不能绝对客观 但是我清楚我自己的喜好在哪里 就不影响到我试机的时候 它表达的东西 正如我试机的时候 我不是每一部机 我都真的很喜欢它 但是我每一部机 我都会说出它好的地方在哪里 或者要注意的地方在哪里 等于喜欢它的人 找得到他自己心目中的产品 这个就是我做的特色方向 但是在这里 其实我真的试了很多很多机 由最尝试的转流播放机的解码 开始一直去到喇叭、扩音机、线材、黑胶、CD机、AV 甚至乎耳机、Portable 全部都在这里试 都陪伴了我很多很多岁月 所以我相信我会怀念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都会交场 不会再在这里出现 不知新的地方 当然新的地方会大一点 会漂亮一点 我相信在试机 或者音氧效果方面都会好一点 我都有这样的期望 希望可以有一个更加高质素的试音室 作为一个参考标准 对于观众来说 你们会觉得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希望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昔灯仪式 宽送仪式 纯粹就是记录一件事 就拍这条片 就是正式和这个 非法山.com 成立 开始的第一个试音室 正式和他讲再会 就是这样 好,不说那么多了 愚无以外,下条片 大家就会看到新的试音室 喜欢我拍片的 记得给个赞我 还未订阅我的频道的 订阅一下 订阅了之后 记得按一下小铃铛 我有新片的时候 你会第一时间知道的 新试音室再见 OK, 拜拜 您的试音室 你一试音室 你一试音室 恶音室 近些予温 太阳 分解 它的试音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